香港從清代開始就有很多客家人過來落地生根 位於新界東北的沙頭角有超過47條客家古村 隨著時代的發展加上交通不變 不少村民在上世紀已經陸續搬遷 從繁華到凋零 客家村落隨著時代的轉變 由一群原居民決定提早退休 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實行他們的復川大計 在土生土生為何不搞好自己的地方 將來子女搞不搞他的事 自己有一天生存在 這些地方和他們搞好些 人生當作是一百年 我在二十多年做這些事 未來日早我想做這件事 在新界東北的鄉郊地區 有很多隱蔽的客家村落 以前沙頭角的居民據說是為了對抗海道和鄰近的大族 組成十藥聯盟 慶春藥就是其中之一 希望維持治安、守望相助 給山脈環抱的慶春藥 由荔枝窩、鎖羅盆、三鴉、梅子林、 甲堂、小灘和牛屎湖組成 這七條客家村落 猜身在廟無人煙的山谷 有接近四百年歷史 直到今時今日 慶春藥七村仍然有二千多個原居民 不過在這裏定居的人就所剩無幾 這裏以前我出生的房子 是由這裏進去的 這裏就是一個牌坊 三家人都是由這裏進去的 你看到現在的長腳的青磚還在這裏 我印象這間房子 這裏是天井 這裏就是一個灶 這個灶還在這裏 一個灶口在這裏 鄭玉安是慶春藥七村入面 梅子林村的原居民 他讀小學的時候 因為成績不錯 決定要出城繼續讀下去 從那時開始 他自己搬了出去 投靠在上水的親戚 但星期六日都會回來和父母住 這個灶就是以前我和爸爸做的 青磚還很漂亮 這個以前我們叫棚頂 就是叫角仔 我們以前的父母在這裏睡 我和姐姐在上面睡 我試過有一次跌下來 跌下來都沒事 在上面 因為沒有一個攔住的 就是有條梯上去 現在還要上去嗎 現在可以上去 不過以前的梯就不是這種梯 以前那些一刹木整的梯 生育安仍然記得 以前的梅子林村總共有十六戶人 一共大約有八十人在這裏住 那時四圍都是稻田、梯田和梅子樹 我小時候有很多梅子樹 在市區有不少賺食的機會 加上要方便小朋友在市區讀書 他們一家人在七十年代初 都一起搬出了粉嶺 之後就沒有再回來 直到七十年代尾 整條梅子林村的村民幾乎都走了 在二十年前 當時只有四十七歲的曾育安 辭去了他老師的教席 提早退休 決心回來祖家 在新界東北不同的村落 開始進行復村和倡議禁區開放的工作 我很想那些塌了的屋 多幾間建造 還有最重要是利用到 即有個目標 即無論是用什麼用途 例如說 作為外展用途也好 或者給別人道修也好 總之要資源再運用 旁邊那些田 就不像現在見到好像森林 我想那些田開放 無論耕種也好 或者又鋪回草地 看上去那條村便便便多作企利 看上去那條村便便更伽伽 即是說比較優美 即是說比較優美 我期望就是這樣 又容易一些來 那些人便知道 那些人便能分析到 带展自己的传艺 吸引了不少行山的人 过来休息一休 发哥 发哥 你和你这张照片 最漂亮的农家菜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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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痛 人家这么难 发哥 你多容易也发哥 对 旅行的人来到这里 吃粉面又开心 想玩玩而已 也不是做生意的 玩玩而已 大家开心 他们开心时 我们也开心 甲堂是属于凡事家族的 一条客家古村 全盛时期 有差不多120人在这里住 但因为地理位置 相比梅子林更加偏远 在60年代起 已经开始荒废 这个厨堂前面 这里有两家 后面有一家 变成三家人 连着厨堂有三家人 这里借过 应该有 一二三四五 这里 我们煮食那里有五家 我们下面 一二三 有四家 有五家 他两兄弟那里有五家 以前一大班小朋友在这里玩的开心情景 法哥仍然记得很清楚 可惜他十五岁的时候为了生计 就和阿叔出去了官堂电子厂打工 后来又转行做面包西饼 结果一做就是30年 直到十五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才回到离甲堂看看 那些屋完全是垃圾的 完全是没有屋的 我都猜都猜不到 回来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心疼 哎呀 我早屋又没有了 那些屋又全部垃圾 已经被蓋住了 被草、树 被蓋住了 变成这些地方都看不到厨堂 我们以前的小孩 这家叫青年馆 我们小孩有十多人在这里住 现在已经垃圾了 看到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 变成一片荒漠 当时只有五十多岁的法哥 决定提早退休 回来修缺这个昔日的家园 我回来的时候 又没有灯和没有水 最辛苦的这两件事 照明一定要有 没办法点火水那些气灯 叫做封气那一只 用了两年 用了两年之后 你都没有办法 后来我就教这个太阳能 用那只电来照明 后来就行了 虽然用不了雪柜 电视机用不了 我可以照明和充手机 我也可以 转眼间回来福村已经十五年 年纪一日比一日大 但法哥仍然有心又有力 他说自己虽然经济能力有限 但仍然想尽力恢复村内 当年的面貌 这几年他搬了水管 红木泥 木板 和一块块的大玻璃上山 直到现在基本的家电都有齐 我希望搞好 等他们回来 看到这条村 是圆圆 差不多 好像以前一模一样的 我心里很开心 开始法哥的福村计划 只是孤军作战 但他的坚持 最后令法嫂都忍不住要回来帮他 两夫妻一起共同进退 他们相信有一天 凭他们的双手 可以令到这条没落的村庄重新恢复生气 现在在甲堂村建好了几间屋 他们有空就会邀请朋友来过夜 又种满了很多蔬菜和水果 被经过的涵山人士可以随便享用 自给自足之余 还想和其他人分享这一片乐土 就算我太太不在 我都一个人在这儿守着 有时人买汽水 你都要个人在这儿 没可能空溜溜在这儿 对吧 你空势又不行 总之有一天在这儿 你就尽力努力去做 虽然没有什么回报也好 我自己都尽自己能力去搞好这条村 别人说自己一定要搞好自己这儿 怎么辛苦都不要紧 要去梅子林村和甲堂村 就要先经过最近码头的黎氏窝 这儿也是兴春若七村之一 全盛时期有超过一千人在这儿定居 同样都在80年代左右曾经荒废 香港大学由2013年开始 在黎氏窝村发展永族乡郊计划 当中包括举办一些復坚的工作 被有心耕种的人租用农地 令这条曾经闲似的村落再延生机 以前这些位置都是梯田的 现在变成了树林 有一棵生得很漂亮的章树 就在那儿 所以梅子林这儿 因为过去村民都很重视一些风水 和一些风水林保养 所以没有去斩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树 李尔强Charles在香港举办生态道赏团20多年 特别钟情于沙头角的生态文化 这个风水林已经很多年没人走 其实以前有一条很明显的村路 一些古道已经模糊了 这里有一棵原先的棵树 叫做红伦葡萄的 你看到这个树干都很红下的 深红色的 但是给了一个藤 现在我们还没肯定 可以知道是叫什么名字 Charles在20年前 在荔枝窝一个打照的活动上面 识了当时智力发展荔枝窝福村的生育庵 他们都对新界东北客家村落的文化保育很有热成 福村工作由荔枝窝延伸去到梅子林 他们都拍着照 Charles也发现梅子林其实有很多古老的树和植物都很值得保育 我们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 我们才做了一些树木的调查 所以我们就将一些基本的 例如起码树名 我们就会把它写下 做个记号 另外就会写它的空径 我们之后会再做一些 图解的说明牌之类的 六十多岁的曾玉安 十几年前开始做梅子林村的村长 由梅子林最初只是一片叢林开始慢慢改造 村长的热成感染了Charles 他们同心合力为求重厌梅子林村昔日的繁盛 你说我想做一个福村其实路是很远的 我也都生活中一直有一个活化计划的 跟他们商量 我很支持梅子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而村民也很同心的 也都很支持这类的计划 其实最大的心愿是始终希望这条村可以保存下去 于是我们就很合契了 一起去做这个项目 慢慢也都令到一个 完全在树里面的村落慢慢浮现出来 2018年Charles向香港大学永组乡交基金提交了一份计划书 在2019年拿到一笔基金的资助 就开始在这里兴建故事馆 希望有更多的游人经过 可以了解这里以前的客家文化 开始就做了一个活化计划 就叫天地人梅子林艺术活化计划 拿了少量的资金 就做了一个故事馆 另外也都请了艺术家叶晓文 画了一些壁画 我们也做了一些义工训练计划 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坊 导想团 现在在清泥头 以前的屋子垂下来 以后可以活化 我们做上盖 梅子林的古老建筑也都吸引了中文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宏亮 Thomas 来帮他们一起除草产泥 60多岁的强哥 也是梅子林村的原居民 他打算把自己垂下的组屋 交给Thomas帮他重新设计 这里做这些砖子应该留 如果能留的话就留 你看看怎么样 留回去做 再加一锅 到时你喜欢怎么做 怎么做 没办法 你的文化 以前是装齐的 基本上强哥也很开放 可以试试 不同的概念也可以 他自己这几年 真的可以让我们试验一下 可以做到什么 他可能退休 可以放假回来 或者周末回来 有个地方也可以 可能之后 他年轻一辈回来再用也可以 Thomas很喜欢这里的建筑 也很想用自己的专业 帮手重建这个被遗忘的村落 所以我们想着 做一些比较试验性的复修 因为建梅之林 其实比较格涉 可能运输 甚至工程那些比较难 所以我们想 其实周围 就地有很多材料 建筑材料 废置了 但我们现在想着 如何保存他们 有利用价值的 可以再用 大家好 我们两位是负责老屋的同学 我叫Erica 我叫Brian 其实是想了解这里的村民 村长 以及一些一直以来 都很帮忙复村的义工 去对梅子林 将来发展的一些 愿景和看法 Erica和Brian 是中文大学建筑系的学生 大约半年前 他们选收了Thomas 在中大举办的一个课程 来到梅子林 帮村长和村民手 设计新的建筑 我们想加一块东西 让它变得不同 那我们就倾向 可能我们可以 有一些 可以移动来移动去的组件 可以这样摆出去 被人坐 就算我那些小房间 都不是我私人 将来譬如有人在 负责看的 或者做on duty 就是当值的 都可以用到那些 另一样东西 为什么因为那个坑土墙 中墙呢 比较罕有 所以我们 他们都做到那样东西 就是冻了之后 仍然保留那些 如果你想做活动空间 其实他们要想起 电 各样东西 灯光 照明 其实他们要想起 Erika和Brian 每次和村民交流员 都会改进他们的设计 希望将现代建筑 融会在传统客家村落的特色当中 如果他刚才说不够光的问题 其实 都是一个目标 因为我们是想保留以前的感觉 再不是可以 如果我们外面会加 Glass的话 其实再升高一点 其实他们想做的 业咸酸菜 我们之前讨论过 因为这个是传统的工艺 但它需要一个很干爽的地方 我们刚才说到 如果我们将屋顶提升 其实会造成很大的 撇雨和潮湿的问题 这些我们回去 看看有没有实际的技术 可以加进去 解决这个问题 以前可能建筑师 就是一个top-down的方向 我建一栋东西给你用 这个课程很强调 想有不同的人 去一起参与这个设计 完善了设计理念之后 他们就会开始动工 在这条漫长的福村路里面 村长曾玉安发现 原来有不少人都和他并肩作战 这帮战友 同样热爱乡家文化 希望以自己的勉力 令颓缓拜雅 杂草重生的村落 再次变得热闹起来 其实我们都会 对梅子林周遭一带的一些生态 环境做一些研究 提出一些保育的方案 我们都希望 将这些文化透过记录 或者一些工作坊 让市民去形式和体验 其实荔枝窩是一个中心 就是放射开去 我想荔枝窩 现在比如有个客家 这个体验村 将来那些人住落之后 他可以来梅子林 那几晚住荔枝窩 或者我上梅子林 接着去看堂 或者上吊登楼 上吊登楼观景 看印象堂 变成多些选择 所以有些东西是 骑上马背 或者义无反顾也好 我希望可以 如果不能够移居 都可以移游 市区这么挤壁 对不对 我想让别人 可以来这里舒缓一下也好 我们有这么多空间 为什么不可以分享给别人 有退休人士出钱出力 帮患有危疾的成年人 完成遗愿 致力帮人告别遗憾 也有长者在癌症康复之后 成为义工 帮助其他康复者走出阴霾 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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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辞养 也有死 力帮助其他康复 诚 诚 疯癫